來玩這個遊戲 英雄 魔咒在靈 一進來遊戲 他就直接進來新手教學了 好像沒有伺服器可以去進行選擇喔 寶石與斷劍融合了 嚇到我了 然後變成什麼 變成寶石斷劍嗎 解放聖劍的力量 一個關卡總共有三小關 欸 怎麼都是大藍啊 一個錘子藍 一個拿劍的 藍人味 珍重 第二位 畫面還不差啦 但感覺女角會不會很少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位 好吧 第一階段結束 再來 第二階段 開招 神聖審判 下一個階段 第三階段 他為什麼可以連發啊 是因為新手教學的關係嗎 他怎麼可以連續神聖審判 一之三 感覺就是 漫無目的的打光卡 內容度 應該是幾乎為頂啦 好 不然這邊就先略過好了 唉唷 士兵 抱怨喔 不是我們人員分散 你根本不會得到勝利 這不重要 接下來 升級了 噢 召喚角色 他召喚角色的都還在進行讀取 奇怪 開發引擎 不知道是用什麼的 哎呀 一有面子出現啦 偏歐美風格的啦 不過有面子就還算OK啊 進行戰役啦 怎麼一直讀取啊 這感覺好像我在玩日版的遊戲 來看一下 這個蝴蝶仙子 是不是奶媽 還是法師 奶媽耶 有送奶媽的話 完全可以幫助推官耶 對 對 戰鬥神力 再來咧 還要再繼續戰鬥 哇哩咧 開始戰鬥變得緩慢了 嗯 有沒有戰鬥加速之類的 有沒有戰鬥加速之類的 開始戰鬥變得緩慢了 開盾 開盾 所以現在近戰坦克 奶媽都有了 再來開個大招就結束了 敵人明顯變強了 沒有秒殺 好啦 趕快跳過 避免 對面的柔柔又在講廢話 靠北要打幾關了 哦 總算結束了 要一口氣黏打到1-6 哎唷 還要秀一下 進階一下嗎 這位輸出還可以啊 不靠他打 全部靠亞瑟輸出啊 那 這是可以生的是不是 都給他好了 畢免待會要打一關 這是2D 然後3D 畫面還可以這樣看呢 會這樣子看的 除非是Maze啦 不然一般也不會這樣子看好不好 那我現在是要去進行召喚嗎 哦 有送10連抽耶 還可以喔 直推1-6 再給你一個 10連抽 這怎麼感覺跟那個 放置奇兵啊 那個氛圍就很像 還有一款後面要出的英靈戰線 哇 出垃圾耶 我的天哪 怎麼會這樣 單抽呢 對 又是亞瑟 而且也是抽碎片喔 看一下 這一款遊戲倒是挺常打廣告的啦 可可惜喔 不怎麼樣 畫面倒是還不差喔 英雄部分 英雄部分 好吧 來看一下召喚 這裡可以獲得什麼超級英雄 解鎖的時候就為滿心喔 真的假的 但要怎麼拿到 感覺就很困難啊 英雄晉升獎勵 我的亞瑟已經晉升了耶 這應該就是開始推關那種玩法 然後任務獎勵 就是你的 推關獎勵 福利 應該是不會太差 只是開福好禮 就是一個10連抽 整體還算是可以啦 主要是到外面表現還算是不錯 莫奇妙多的第四位 就是剛剛抽到的那個 垃圾二號 是不是 他連發招都慢了耶 這位 算了吧 他應該也不是怎麼重點角色 然後接下來就是一直推關啦 好啦 最主要就是 這畫面你覺得OK的話 連續假期來到了啦 你本身如果沒有遊戲 你就玩這一款吧 不過我是覺得 不如就玩眾生派對 三月份 就算是四月好了 也沒有一款做得比眾生派對還好 五月我看應該也是一樣 因為那個畫面實在做得太好了 太難超越了啦 太難超越了啦 那這一款就跟放置騎兵就特別像 好啦 不然本支影片就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 掰掰